姑娘 你的弟弟读书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 人家还没有跟你结婚 你就可以整天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人家只要不愿意跟你们家修房子 你就整天搭了这个脸 怎么这么没有骨气呢 视频中这个被土磊怒斥的女人 就是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小婷 可她到底做了什么 竟让土磊当众说她没有骨气呢 平时吧也特别真心 我什么事就是得宠着她 得惯着她 她要是不开心了就不行 那年就是过年回家了 本来过年那段时间 就是我那个这边也是淡季 我这边手头就是也周转不开 我爸妈都没舍得说 让我带他们出去旅游 她就张罗着 就是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 满满一车人就是带他们出去旅游 去之后就是我说晚上住宿吧 自个家人嘛 我当时手头也确实不方便 我说咱们住宿 晚上住一百多块钱的 也可以住对吧 她非得就去 还要定个新级一点的那种酒店 那么事实又真如小鹏说的这样 家住厦门的小鹏 和女友在一起三年 感情也十分稳定 可就在近半年的时间里 小鹏却觉得压力倍增 起初他只是在经济上照顾一下女友 但后来连女友的家人他都要负担 渐渐的他觉得女友就是在利用他 为的就是找一个提款机而已 于是他求助到了节目组的帮助 希望女友能做出一些改变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而小鹏口中所说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呢 他那个弟弟吧 去年就是高二嘛 因为那个艺术生 把我艺术班 他家里也挺困难的 每个月就是开支也挺大的 然后就是每个月就是从我这拿钱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他直接就是给我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 然后每个月就是定期 往他弟弟那个里面打钱 从小鹏口中得知 他与女友小婷在一场朋友聚会中相识 后来两人逐渐熟络之后 就慢慢的走到了一起 在交往之处 小鹏对于女友的家庭情况多少有点了解 他知道女友家境不好负担还重 但这都没有阻挡住他和女友恋爱的想法 因为自己已经毕业 而女友小婷还在上学 所以他就经常帮助照顾女友 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 可以说他做到了常人没有做到的付出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女友家人的行为让他惊愕不已 因为女友弟弟还在上学 学费的重担是女友的家人无力承担 因此他特地找到了自己 也正是从这之后 自己每个月除了要给女友一部分生活费 还要负担起女友弟弟的一切 原本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觉得既然决定和女友打算结婚 那么照顾弟弟就是自己分内的事 可后来女友竟然直接给他了一张卡 要求每个月必须往里面给弟弟打钱 对此他气愤不已 明明自己也从学校出来没多久 还没有来得及孝顺自己的父母 反倒先负担起了女友家的一切 听到男友小鹏的一番话 小婷则表示这一切都是男友自愿的 紧接着他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了起来 那时候我大二的时候 我家里头确实条件不好 然后家里边就说 弟弟好不容易就喜欢艺术这方面 让我也支持一下 就是生活费让我自己想想办法 那时候我就想就有他嘛 他就觉得我每天出去兼职 好累呀 冬天那么冷 夏天又那么热 他就心疼我嘛 他说要不就这部分钱 我就帮你一下 也帮一下你弟弟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都是他自愿的 我没有逼过他 还有那个账户的事 是他一直给我 然后我给我弟弟 我觉得太麻烦了呀 我弄了一个银行卡 我说你直接给他不就行了吗 小婷坦言 自己和家人从来没有逼过男友 原本家里就很困难 父母身体不好 没有劳动能力 因此从上大学开始 他就一直在外兼职赚生活费 后来认识了男友小鹏 男友心疼他在外面兼职太辛苦 就向他提出自己可以帮他 这样女友就不用那么累 男友的一番话 把当时的小婷感动坏了 一度觉得自己找到了真命天子 可后来小婷觉得来回捣钱太麻烦 所以就借了一个账户 让男友把钱转给弟弟 听到这里时 主持人不禁疑惑了起来 这个季节高考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为何两人还能因为生活费的事闹起来呢 面对主持人的疑问 小鹏则是气愤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他表示 虽然女友弟弟的高考已经结束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接下来还让自己负担他弟弟上大学的学费 但女友却认为 自己作为家中长姐 家里遇到困难是他该去解决的事情 而弟弟好不容易有个特长 自己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供他上学 眼看小鹏被女友说得哑口无言 主持人赵川连忙圆起了茶 帮小鹏出起了主意 表示完全可以让弟弟申请贫困生助学贷款 上学压力完全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紧接着小鹏就诉说起了 和女友之前发生过的一些经历 他就是平时吧也特别真心 我什么事就是得宠着他 得惯着他 他要是不开心了就不行 那年就是过年回家了 本来过年那段时间就是 我那个这边也是淡季 我这边手头就是也周转不开 我爸妈都没舍得说 让我带他们出去旅游 他就张罗着 就是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 满满一车人就是带他们出去旅游 多少人 七八个人吧 去哪旅游啊 桂林那边 你知道吗 去之后就是我说晚上住宿吧 自个家人嘛 我当时手头确实不方便 我说咱们住宿晚上住 一百多块钱的也可以住对吧 他非得就去 还要定个新级一点的那种酒店 在小鹏看来 女友小婷就是拿他当傻子时 明知自己刚开始工作 存不下多少积蓄 女友竟然要求带准月父母去旅游 他自己的父母都没舍得花他钱 而女友一家人 直接把他当成了提款机 可尽管如此 小鹏还是带着女友他们去外旅游 但谁知 女友依旧不知道体谅的 甚至连住宿都要求住星级酒店 听到小鹏的一番话 一旁的主持人赵川都气愤不已 随即就质问起了小婷的行为 可小婷却对此很是委屈 小婷有些哽咽地说的 带父母去旅游是提前跟男友小鹏商量好的 她觉得父母吃了一辈子糊 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糊 所以他就想趁着过年带父母去外玩玩 但恰好亲戚朋友都在一起 为了让父母脸上有光 索性就带着他们一块出去了 但他却没想到男友把他想成这种人 对于女友的一番话 小鹏则气愤地反驳了起来 我本来就是那段时间也紧张 咱们就是冲面子不管怎么样 咱们起码就是考虑一下当时的状况 你同意只带他父母去是吧 对对对 你想到过七大姑八大爷都来了吗 我不是说就是怕花钱 就是你起码你得为我考虑 为咱们就是现在进去状况考虑一下 在小鹏的心里 他表示自己不是怕花钱 而是希望女友小婷在做什么事之前量力而行 不要一味地只想冲面子 但小婷觉得父母一辈子没想过福 带他们出去看看是应该的 可小鹏却不这样认为 一时间两人又争执了起来 而小鹏更是气愤地说道 真正让他受不了的是另外一件事 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手头有点钱钱 然后我说想着把这个区域往大扩充一下 然后我正好这事我就跟他说了 说了之后呢他就说是吧 那我家那个老家那个房子正好也需要 就是修一修了 要不咱们把这笔钱拿出来修一房子吧 咱们暂时先不扩充了 我说你家那房子就是也暂时用不着修吧 先将就着 就是咱们等咱们以后扩充吧 区域扩充一下多赚点钱 在这边买一套房子 把他接过住不一样吗 那他就不行 非得在那一直跟我闹 为了两个人的未来考虑 小鹏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奋斗着 在他好不容易宰下一些钱时 就和女友商量想把事业规模扩大 等将来赚了钱就能在当地定居下来 以后就能让女友过上好日子 可女友竟然提出让他此刻去修老家的房子 小鹏认为现在正是事业上升的关键剂 房子的事可以往后拖一拖 可女友却为此跟他发了好大的脾气 但此时的女友却有着自己的解释 我觉得在河北买房真的 你现在有这个能力吗 落脚的地方真的都没有 我家里边房子真的 有时候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就是农村那种房子 下雨的时候真的会漏雨 我觉得我爸妈就跟我商量一下 那我现在我还没毕业 那我想帮一帮 我能怎么 我就是跟你商量 我没逼你呀 我说你可以自己选择呀 那你是我自己选择吗 整天给我拉拢个脸 那我心里有事 那我能开心地笑起来吗 女友只能看到眼下的想法 让小鹏颇感无奈 无论他怎么劝说女友 女友都不为所动 整日里总是阴沉一张脸 不仅如此 就连自己父母千里迢迢过来看的 女友都一直明里暗里讽刺的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小鹏 只得给女友家修起了房子 放下了即将扩大的事业 那么小鹏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饮料的批发 就是一个经销商 那也就是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点 对不对 也不是那么大富大贵是吧 他能帮到你吗 这姑娘 基本上是没有 他跟我瞎斗过乱 想当初小鹏刚从学校毕业时 还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学生 这些年靠着自己的打拼 终于有了一番像样的事业 可女友呢 不仅帮不上忙 还搅黄了她的单子 我那段时间就是刚好跟一个 那边老板也挺开朗的 就是挺大方的 一个大公司嘛 人家过去谈好 本来说是要我们这边货呢 我跟人家 因为第一次合作 我把价格报得稍微低了一点 我说你闲着也是闲着 就是整天 因为他就是在大学 我说你以后 毕竟咱俩以后要结婚 你帮着我点 他那很详细的这个过程 我都告诉他了 让他自己就是跟着学一学 等于你跟我谈了一笔买卖 谈完了 你跟他做的交接 就是这个事已经敲定了 敲定了 然后我挺高兴的 我说可以小赚一笔 那我回家因为 那是我是觉得你多赚 多赚两毛也是赚 赚一毛也是赚 那你为什么不多赚点呀 然后呢 过几天嘛 那个公司给我打电话说 小伙子你这人不地道 那么做生意就是讲究 存信你这给我 你们那边人说 你们现在进货 厂家价格变了 需要就是把这个价格 往高调一调 然后这事就黄了 因为公司规模不大 小鹏就想省些人力物力 他也想着女友 在学校不忙的时候 可以帮帮自己 毕竟是为了 两人的生活努力嘛 可谁知 一个谈好的单子 只是让女友去做个交接 没想到女友 竟然私自上调价格 导致客户非常生气 直接不与他合作了 也为此事 小鹏跟女友发了 好大的脾气 但女友却表示 自己也是想给男友 多赚点钱 此话一出 竟直接引起了 主持人赵川的不满 女友小婷的一番言论 竟让主持人都觉得 太不地道 明明说好的价格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都不能私自改变 这样不谎也难 而男友小鹏 也是埋怨小婷的 独断专行 但小婷却认为 她并无私心 只是为了能让男友 多赚一点 就是为了让她 不这么辛苦 我真的 还是依然坚持 坚持 我的饭钱 都是我自己在努力 努力的 我一个大学生 我还没毕业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说家里又不给 我每天早上 醒来 第一阶车 我就说 人家都开开心心 打买票 然后去上课 我呢 我是想的 我这周的饭钱 我从哪来 虽然男友小鹏之前 一直给予自己经济帮助 但小婷为了不让男友压力太大 还是坚持自己去外兼职 甚至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计划怎么凑齐一周的饭钱 因此不管外面刮风下雨 是严寒还是酷暑 她都坚持去外面工作 每次回到宿舍 腿都动得没有了知觉 说到这里时 小婷也不禁委屈地大哭起来 随后就说起了之前自己身上的一些经历 我特别想去专生本 就说专生本这个事 也是因为她 我就没有去成 我现在心里也特别遗憾 因为大二的时候 人家都在准备这个事 然后报名啊 什么学费啊什么的 我那时候也特别想 我就跟她商量 我说要不要我也去 然后她当时跟我说 我做生意 我特别能赚钱 你那一张学历不就一张纸吗 有什么用啊 我这样能赚钱 你也能赚钱呀 她一直就是用这种思想 然后就影响我 到最后我也放弃了 因为自己专科的学历 小婷一直都想要继续深造一下 方便以后更好就业 可当时男友小鹏却说道 自己以后能赚钱养活的 让小婷不用那么辛苦再去上学 本身就担心害怕给家里增加压力的小婷 在听了男友的一番话后 就果断地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导致现在毕业后找工作极其不慎 听到这里 一旁的男友小鹏直接打断了女友的话 对于自己当初劝阻女友的举动 小鹏显得十分后悔 只要每次和女友吵架 这个就是避体之事 看着小两口争执不休 主持人也帮忙劝和了起来 此时台下的图雷老师看到这一幕 更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图雷老师的一番 点评十分到位 对于小婷来说 小鹏跟她还只是男女朋友 于理来说 实在没有义务去帮他们家做这些事 反倒是小婷只知道一味的索取 认为这是理所应当 她希望小婷能实际做人的骨骑 不要被别人看不起 那么听了图雷老师的一番话 小婷最终会怎么做呢 最终小婷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知道是自己不够理解男友 希望男友能原谅她的所作所为 给她一次重来的机会 但小婷却拒绝了她的请求 在她的心里 对于女友之前不断地索取 感到疲惫和心累 因此她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和女友分开 随后就只身一人离开了现场 那么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